我們又可以回到有一段 這個大家社 他帶著他自己一個人 因為他後面沒有弟子 就是沒有師兄弟 他是當主弟子 那十大弟子就有十對嘛 就分對 那佛者裡面有很多弟子 都會挑選看哪一條街 他們話雲過了比較有錢 都會往那個有錢的地方跑 佛者都不講他都知道 因為這個不能講的 佛者的話叫做不 自己要不 自己體悟出來才會真正去做 你用講的沒有用 他聽事事事還是往那邊走 在以後的經裡面都會看到 佛者有一些弟子 都帶著到有錢的這個街上去發言 所以當時這個大家社 就等於大弟子 自己一個人 就往最窮的地方走 如果這些私庸地有人很奇怪 就 就從後面就跟著他去 究竟他去哪裡發言 我剛才想說 對 對 去後面那比較好 他就往後面 去 有人叫跟著後面 然後就看了 大家社交 在路旁邊 在路旁邊 有一個糧亭 小糧亭 就是用草這樣 做了一個老太婆 坐在那邊 好像生病很久了 又沒有人比他 這樣 那旁邊又有一個破碗 那裡面又有 以前說的這個稀飯 那個蒼蠅都在那裡 回來回去這樣 那個老太婆 好像好幾天沒有吃了 這個大家社就去了 去了以後 就給老太婆 老太婆 就給老太婆 他說 你這個 這些稀飯可以 供養給我吃嗎 他就給他收 他旁邊 已經一兩天 已經收掉了那個稀飯 他自己都吃不下了 然後他向他發言這個東西 這個阿婆 這個不可以吃啊 這個放了好幾天 怎麼樣 他說沒關係 你就 你如果用不到了 你就 供養給我 這樣子 讓那個阿婆 你看 就拿 這個不要吃了 這個已經壞掉 大家是拿起來 以後就把你破掉 這樣 好 就謝謝阿婆 明天 我如果有生命 就是你今天給我的 就是說你共養給我 我吃的這個東西 明天還有用 就這樣 阿婆很感動 就流淚了 就哭了 哭了以後 他想不到 說為什麼他自己都不敢吃 然後這個出家人就 這樣就把他喝掉 這樣就把他喝掉 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大家是知道 這個阿婆善良的 然後花月要供養佛陀 因為他知道佛陀在修行 要供養 但是自己都 沒有錢怎麼去供養 所以才會說 離開佛陀很近的地方 自己沒東西吃 還要人家給他 然後已經等於生理不好了 生病了 然後吃不下的東西 那大家睡就來了 像他化眼 你看 他喝了以後還感激他 明天的生命就是你給我 這兩個 阿婆就感動了 你看那個感動 他整個咽 他的滑行 產生出來的哭 然後大家睡也有給他講 你還有什麼咽還命了 他說他很久以前就想要供養佛 但是就沒有 因為本身就一文不止 沒有東西 那大家是就說 有啊 有啊 你找找看 你用不到的 你用不到的 你就供養佛陀 我幫你代心 這樣 找了沒有啊 因為身上沒有東西 那衣服一件 又不能脫掉 對不對 這樣 他說我剩下一套衣服 也不能脫起來供養 那還有啊 還有還有 你用不上的 結果他看 欸 結果這個 這個衣袖 裡面還有一個白布 用不上 他說你那個白布 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 你就 撕下來 然後就送錢 然後就撕下來 撕下來以後 我說只有這一塊白布耶 不值錢 他說沒關係 只要你的心意 你要供養佛 佛一定很高興 所以 他就 幫他 說要轉交給佛陀 那個 那個阿婆就 非常華喜充滿 然後非常感恩 這樣子 就 走 就這樣做 就這樣做 這個是大家社來度 這個阿婆 那給他的心眼妖 所以他華喜充滿 然後大家社就把這一塊白布 就帶回去 拿奉養給佛陀 佛陀 當下就講了 我今天 我今天得到了一個大布施 大的布施 結果他們那些弟子聽到 佛陀說 他接受到了大布施 大家就很驚奇 看著有什麼寶貝 布施 他就拿這一塊白布 他說 這個你們不要看這個白布 不值錢 他是比任何東西更值錢 因為是真的 供養的性 真的供養 從以前就一直想供養 但是沒辦法 他身上就是只有這個 他又願意供養 你看 從內心真的供養的心 就是大布施 大供養 這樣子 他就規定了 以後你們的袈裟 就用這個人家供養的布條 剪成28塊 28塊 然後把他鴻起來 就是方正的 就叫駕鯊 批在外面那個 叫做駕鯊 就規定了那個 駕鯊的 哪有 要養人家供養的 嗯 不搖子 然後來鴻起來 變成這樣子 這樣 所以我們在畫駕鯊的時候 會畫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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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個就是佛頭的精神 因為大家是知道 雖然他是受供 但是就是度 所以 後來你看看 佛頭 的弟子如果去脫波 人家一點東西給他 他一定要講好話 講一些吉祥話 還是佛法 然後回報 就這樣 那是以前 那 最起碼現在說 講一句 最吉祥的話 叫做什麼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最吉祥的話 阿彌陀佛 因為叫他 無恙光 無恙瘦 永遠會光臨 這樣 那個叫阿彌陀佛 這樣